2013年,王俊凯以TFOS的队长身份出道,至今已经7年,他从一个温柔可爱的小男孩成长为如今可以独当一面的少年,拥有多重身份,深受大众喜爱,我们见证了他的辉煌,但也没有忘记他的努力和初心。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,今年21岁,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,拥有自己的工作室,在影视作品、歌曲方面都很努力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中三天,我们的乐队等众多综艺节目中,让我们看到了王俊凯的很多面,各种代言接个不停,世界都在肯定这个男孩子的优秀。 出道7年以来,他从全网黑到如今的顶流,其中付出多少,我们无法想象,他在无数个夜晚里不断练习,提高自己,工作越来越多,功课却从未落下,吹风机吹头发都可以睡着,但是在荧幕前的他,总是笑得温柔。 7年过去了,王俊凯长高了,变帅了,他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男孩,但唇角温柔的笑容却从未改变。 对待音乐,他始终认真,努力学习创作,不断与各位前辈交流,学习,在我们的乐队中,这个温柔的王总,在唱歌时,会有不一样的光芒闪烁。 进入北电,系统的学习表演,不断涌现的作品,让我们看到他的努力,明明年纪不大,但却有些古板,穿衣服很少露肉,虽然成年,但也尽可能的不喝酒,从不抽烟,甚至染发都是一次性的。 这个男孩,始终都干干净净的,王俊凯的努力是藏起来的,他总会惊艳你的目光,但很少让你看到他的努力,尽管身处娱乐圈七年之久,但他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初心,对于舞台,依旧保持热爱,对于作品,仍旧用心打磨,这么好的王俊凯,活该他活。